Yo! What's up? NBA 的職業籃球員在夏天的時候優貴會做什麼呢? 當然是周遊業的國賺真銀 現在我手頭上亦都有些新款的球鞋 Nike 有 Lebron James Hunter Armour 有 Steph Curry 那 Adidas 是誰呢? 就是 Derrick Rose 這對就是 Derrick Rose 穿在冠奧賽打球的 D-Rose 9 當中選用了 Bounce 的中底 還有 Eddie Ware 很 combo 的橡膠底 你會看到它外面看上去好像很斯文 第一 反轉底 色彩繽紛 很 open 還要脫鞋附送這個親手授上去的簽名 不過不是 Derrick Rose 自己親手授上去的 你會看到它的保護性能是不錯之餘 它還有這個 Summer Pack 獨有的 pattern 色彩 鮮艷之外 會看到你花哩花鹿的 除了有這對新配色的樂場版之後 還有這一對 殺傷力超級強的 為什麼? 因為這對鞋叫做 D-Rose Authority 即是代表著殺傷力的 你會看到它用了這個 Cloud Foam 做它的中底之餘 亦都有跟 D-Rose 9 一樣的 間間做它同出一次的設計 裡面也選用了這個 Summer Pack 的 pattern 之外 怎會少這個 D-Rose 的 logo Derek Rose 之後我們有 Damien Lillard 這一對是專用球鞋 Game 4 這次繼續是保護性能強之外 簽名Derek Rose 藏在鞋底 它藏在鞋端 用了灰色和黑色的配色 再加上這個啫喱底 因為要藏在這個色彩 繽紛的 pattern 在下面 然後你會看到 咦? 為什麼這個位置之前的 You Know What Time 80 沒見了呢? 因為王仔另一雙鞋 Dame Lillard 亦都是 Damien Dollar 這一雙鞋是比較 Lifestyle 款式 它用了編織的網面 比較貼腳 不過繼續沿用 Bounce 這個中底 讓你可以逛街 打街場 打橫球 都可以 但這裡就收買了這一串字 所以 Damien Dollar 就是 Damien Lillard 在 Rapper 界當中的名字 之餘 亦都代表著 Different On Levels The Lord Allowed 所以這一對是比較 Lifestyle 一點 聽聞遲一點 Adidas 會把 Damien Lillard 重頭放在 Lifestyle 上面 那究竟他在 Rapper 界會厲害一點 還是在籃球界會厲害一點 都是未知資訊 其實 Adidas 的 Summer Pack 裏面 除了 Derek Rose 和 Damien Lillard 之外 還有一位人兄 他就是 James Harden 我約了他打球 你想參加嗎 我帶你先拿手掣給我